撒姆尔记上第一章 在以法连山地的拉玛索菲 有一个以法连人名叫以利加拿 是耶罗汉的儿子 以利户的孙子 托户的曾孙 苏福的玄孙 他有两个妻子 一个名叫哈拿 另一个名叫皮尼拿 皮尼拿有孩子 哈拿却没有孩子 这人每年都从他的本城 上士罗去敬拜 献祭给万君之耶和华 在士罗有以利的两个儿子 和弗尼和菲尼哈 做耶和华的祭司 以利加拿在献祭的那天 就把祭肉分给妻子皮尼拿 和他所有的儿女 但他当面只分给哈拿一份 他虽然爱哈拿 耶和华却使哈拿不能怀孕 因为耶和华使哈拿不能怀孕 他的对头就尽力刺激他 使他苦恼 年年都是这样 每逢他上耶和华店的时候 皮尼拿总是刺激哈拿 使他哭泣 吃不下饭 他的丈夫以利加拿对他说 哈拿 你为什么哭泣 为什么不吃饭 为什么心里难过呢 你有我不是比有十个儿子更好吗 哈拿在士罗吃喝完了就起来 那时以利基斯在耶和华店的门柱旁边 坐在椅子上 他心里愁苦 就向耶和华祷告 流泪痛哭 并且许愿说 万君之耶和华 你若是看顾使女的困苦 纪念我 不忘记你的使女 赐给使女一个儿子 我就必把她一声献给耶和华 不剃她的头 哈拿向耶和华祷告了很久 以利一直注视她的嘴 原来哈拿是在心中诉说 只见她的嘴唇在动 却听不见她的声音 因此以利以为她是个喝醉了的女人 以利就对她说 你要醉到几时呢 快快醒过来吧 哈拿回答 我主啊 不是的 我是个心灵愁苦的妇人 淡酒烈酒都没有喝 只不过在耶和华面前 倾吐我的心意 不要把你的使女 看作不检点的女子 我因为极度愁苦和激动 才一直倾诉到现在 以利回答 平平安安回去吧 愿以色列的神 把你所求的赐给你 哈拿说 愿你的卑女 在你眼前蒙恩 于是 这妇人回去 并且吃饭 脸上再没有愁容 第二天 他们清早起来 在耶和华面前敬拜 然后回到他们的家乡拉玛 回到自己的家里去 以利加拿和妻子哈拿同房 耶和华顾念哈拿 她就怀孕 时候到了 就生了一个儿子 哈拿给她起名叫撒姆尔 因为她说 她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 以利加拿和她全家都上侍罗去 向耶和华献年纪 和还所许的愿 哈拿却没有上去 因为她对丈夫说 等孩子断了奶 我才带她去朝见耶和华 她要永远住在那里 她丈夫以利加拿对她说 你看怎样好 就怎样做吧 你可以留在这里 等到你给孩子断了奶 但愿耶和华实现她的话 于是哈拿留在家里 如养孩子 直到给她断了奶 她给孩子断了奶之后 就带她一同上去 又带了一头三岁的公牛 十公斤面和一匹带酒 她把孩子带到 士罗耶和华的店那里 那时孩子还很小 他们宰了公牛以后 就带孩子到以利那里 妇人说 我主啊 我敢指着我主的性命启示 我就是从前在这里站在你旁边 向耶和华祷告的那个妇人 那时 我祈求我要得这孩子 耶和华已经把我向他所求的赐给我了 所以 我现在把他献给耶和华 他的一生是属于耶和华的 于是他就在那里敬拜耶和华 我现在把他献给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